上回我们捡到猪八戒不是因为调戏嫦娥而被贬下房间的 而是因为异地老二的一个阴谋 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西游记 我们能看出来这其中蕴含着佛道脸派的一种争斗 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一出被认为是佛教去道教的一个试水 这出闹记也让异地失了颜面 异地肯定是心中不痛快 而如来作为佛教的老总格级 他还是要大一点的 随后就叫来观音一同善意妥善收尾的事情 最终决定向异地示好 表示愿意拿出佛经大成佛法三卷交由天庭保王 异地心里边的小算盘一打 嘿这也不吃亏 毕竟在利益面前面子能算得了什么呢 一是乎如来就派了一个放了错的叫金长子的弟子 转世成为凡人 也就是谈生弃精力解纳获其真经 考虑到路途遥远 未想重重啊 疑似便让五指山下的孙悟空 陪同抢往也好 戴罪立功 异地这一方面呢 一看唐僧和孙悟空那都是佛教的人啊 自己这边也得派点人去才行啊 随即找来了新妇 太白金星上链对策 太白金星推荐了两个人选 一个是卷帘大剑杀和尚 另外一个就是能挣得住孙悟空的天鹏元帅 也就是猪八戒 所以呢不久后就发生了天鹏元帅 调戏嫦娥被贬下房的事情 这其中的萌道也就不说致命了吧 若真是如此的话 那看来神仙之鉴的算计 可比人间高明的多得多了啊 这猪八戒倒是成为了棋子 让人很是可怜啊 看来不管是人世间 有那么多的耳语我诈和体罪言 相界也同样如此 只要有权利和阶级的地方 这些阴谋就一直存在 你说呢 好了 猪八戒的前因后果到这呢 也就结束了啊 我是低瓜蛋 喜欢就请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